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753天 自乌军高层人事变动以来 乌克兰总统频频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 军政高层似乎在对俄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上 取得了高度一致并迅速予以落实 从最近一段时间乌军表现来看 乌方似乎正在有条不稳地大力推动 彻底肢解俄罗斯的战略 而不再以迅速收复乌克兰被占领土为目标 乌方旨在彻底打败并肢解俄罗斯的新战略 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在正面战场上 乌军停止了所有进攻行动 而是发挥几方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和远程打击能力远强于俄军的优势 一方面依托防御攻势击退俄军人肉冲锋 另一方面以导弹、远程火箭和滑翔炸弹 打击纵身俄军兵力和装备集结地 以最小的牺牲最大限度的消灭俄军有生力量 二、发挥西方原乌防空导弹和远程无人机优势 逐步削弱和摧毁俄空天军 发挥西方原乌反舰导弹、卫星侦察和乌军自演反舰导弹 无人艇优势摧毁俄黑海舰队 双管齐下、削弱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威胁 并逐步掌握黑海海域和双方接触线附近的制海权、制空权 三、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各地军工厂、炼油厂、油库、天然气管理、 电力设施等能源基础设施 以及钢铁厂、机械厂等高价值工业设施 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军工生产能力 并动摇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四、利用受乌克兰军队支持和控制的 俄反叛武装组织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 以及打着俄反叛武装组织旗号的 乌克兰正规军精锐部队 频繁袭击与乌克兰交界的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城镇 不仅沉重打击装备落后的俄罗斯军警 而且引发俄罗斯民众的恐慌 其中乌方持续扩大的上述第三、第四项行动 不但削弱了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消灭了俄军有生力量 而且打破了二战结束以来 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攻击俄罗斯本土的神话 乌方对俄罗斯本土越来越多的打击 让俄罗斯人从上到下逐步适应俄罗斯本土被攻击的战争状态 从而不断增强俄罗斯人接受俄军战败 甚至俄罗斯可能失去部分领土的心理承受力 降低核战争的风险 马克龙最近持续鼓吹必要时 西方阵营直接出兵乌克兰参战 也有不断增强俄罗斯人接受俄军战败命运的同样效果 不过嘴炮始终远不如真实的战争破坏 给俄罗斯人带来的震撼教育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下属特种部队 3月16日对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三家俄罗斯炼油厂 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无人机袭击 3月16日发布的地理定位镜头显示 无人机袭击后 炼油厂发生猛烈爆炸和火灾 被袭击的三家炼油厂 分别属于萨马拉州的辛奎比雪夫斯基 古比雪夫斯基和俄罗斯石油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 这三家炼油厂每年生产约2500万吨石油 占俄罗斯年炼油产量的10% 当然这样的袭击 不会导致一个大型炼油厂全面停产 且部分设施临时停产后两三个月内也能基本修复 因此 乌军无人机会反复袭击这些炼油厂 3月17日 上午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莫达尔边疆区 一个大型炼油厂遭到数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俄方称 这些无人机已经被摧毁 不过无人机掉落的残骸 导致该炼油厂起火 我觉得还是吸烟不慎 引起火灾的说法比较经典 能真实反映俄方报喜不报忧 嘴炮无敌的乐观主义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本土52个大型炼油厂中 至少有22个先后遭到乌人机袭击 并引发大火 大约影响到俄罗斯成品油产量的10% 这些遭袭击的俄罗斯炼油厂 最远距乌克兰边境达1400公里 可见乌军无人机的最大射程非常惊人 目前所有俄罗斯的大中型炼油厂 都安装了反无人机系统 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进步 使得反无人机系统防不胜防 过去两个月 已有8个俄罗斯大型炼油厂被炸 上一次是3月15日凌晨 乌军远程无人机 突袭了俄罗斯最大能源企业旗下 卢克石油炼油厂 在该厂被突袭后 卢克石油副总裁维塔利·罗伯特斯 被人发现吊死在自己办公室浴室里 此外还有1月25日的图阿普索炼油厂 1月31日的圣彼得堡炼油厂 2月3日的富尔加格勒炼油厂 2月9日伊尔基斯炼油厂 3月12日夏诺夫哥罗德州 克斯托沃市炼油厂 3月13日梁赞炼油厂 乌克兰的这个战略 是非常对头的 目前俄罗斯石油出口 已因袭击 由3月1日起至今暂时中断 继续下去 降令其经济雪上加霜 进而影响对乌克兰战争的经济投入 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战争走向 令普京头疼的还不止于此 截止目前 俄罗斯毗邻乌克兰的两个州 比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战火还在燃烧 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摧毁了入侵的敌人 以乌克兰为基地的俄罗斯反叛武装组织 过去24小时 继续对比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 进行跨境袭击 俄罗斯志愿军于3月16日发表声明称 他将继续在比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 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 并否认了俄罗斯此前关于 LDK 俄罗斯自由军团和西伯利亚营 在最近几天的突袭中遭受重大损失的说法 俄罗斯志愿军发表声明说 国防部所有关于摧毁我军的声明 都只是另一个谎言 在比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的 有限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此外 他们还宣布已抓获了25名俘虏 并要要求用他们换回被俘的乌军战士 大量双方正在进行的战斗的影片可以证实 反普军没有说慌 他们的攻势仍在继续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雷沃龙方向 有报道说 在科金卡发生了直升机袭击 这似乎是可信的 在这一点上 看起来战斗可能正在科金卡和格洛托沃进行 有影片显示 为了阻止反普军推进 俄罗斯政府军坦克军队 开始无差别摧毁科金卡的民房 不知道当地村民是否已经全部疏散 在比尔哥罗德州扶手 比尔哥罗德市 昨天反普军继续猛烈炮击该市的军事目标 照例 在炮击开始之前 西伯利亚营向比尔哥罗德市民发出呼吁 注意了 亲爱的比尔哥罗德地区的居民 今天下午5时 将对军事设施和俄罗斯武装部队 在比尔哥罗德的阵地进行大规模袭击 我们敦促所有尚未有时间离开该地区的人 立即前往避难所 你没有义务成为人盾 照顾好自己和你爱的人 此外 三支反普武装还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普京不疏散平民 此前 俄罗斯国防部和普京 军声称 击退了乌军对俄边境城镇的袭击 歼灭乌军一千多人 摧毁大量坦克 装甲车 根据大量公开信息 我断言俄方公布的战果 夸大了上百倍 回到乌克兰战场 乌克兰总司令亚历山大 谢尔斯基上将 3月15日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将兵力 集中在阿富迪夫卡方向 并每天进行机械化和步兵攻击 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御 截止目前 阿富迪夫卡以西的比尔基奇 谢门尼夫卡 托能克防线还在 巴赫木特前线 乌克兰第八十旅 在南易克里什齐夫卡 与俄罗斯突击队展开激战 一对俄罗斯坦克和步兵战车 对第八十旅的阵地发动突袭 但还没有靠近 就被八十旅的无人机和炮火击溃 只有一辆坦克成功逃脱 其他坦克和战车全部爆销 东部前线 俄军昨日在特尔尼 杨伯利夫卡发动人肉冲锋 地涅波和前线 克林基等桥头堡的阵地战仍在继续 乌克兰杜河部队又完成了新的轮换 3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 俄军发射导弹 袭击敖德萨一个居民区 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并引发火灾 当地消防队 立即出动大量装备和人员组织施救 没想到 居然在第一次导弹大约半小时 俄军丧心病狂地发射了第二枚导弹 直接命中了现场救援人员 如果说之前俄军导弹击中民用设施 不排除是物击 这次绝对是蓄意而为 这两次袭击最终导致23人遇难 70多人受伤 其中包括多名消防救援人员 俄军的罪恶 也满行径受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 无方宣布将启动司法调查 并誓言为遇难者讨回公道 在这个被袭击的居民住宅周边 没有任何军事和居民两用设施 俄军用导弹袭击居民住宅 本来就是罪恶行径 明知导弹击中民用设施后 必定有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施救 然后再发射导弹 袭击这些消防救援人员 曝露出俄军极端邪恶的本性 这令我想起两年前的2022年3月16日 马里乌波尔剧院被炸惨案 当时约1500多名马里乌波尔儿童 和看护他们的父母 学校和幼儿园教师 藏身在剧院内避难 为避免俄军轰炸该剧院 在房顶上刷了巨大醒目的儿童字样 没想到 一架俄军轰炸机飞临剧院上空 投下两枚重磅航空炸弹 将整个大剧院炸塌 导致600多人遇难 其中一半是儿童 俄军一再故意制造 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 曝露出俄罗斯军队的野蛮本性 这也是他们成为 孤家寡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坚信 这些邪恶的罪犯 除非在战争中被消灭 战后必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俄乌战争爆发第753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160名 累计俄军43.07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1辆坦克 24辆装甲车 一套防空系统 49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1套特种设备 28门火炮 拦截了4架自杀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9.1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 同样为1比1 另有超过2万名 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 当地时间3月16日 在接受法国《巴黎人报》 访谈中重申 西方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有必要向乌克兰派兵参战 他同时否认 法国和德国 在乌克兰问题上 存在任何分歧 马克龙说 也许在某个时候 我不希望这样 我也不会采取主动 我们必须在乌克兰开展行动 不管是什么行动 这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军队 为了表明他是认真的 马克龙说 法国的优势在于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在2月首次暗示 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 低面部队的选项 引发争议后 马克龙在后续的表态中 都未收回这一言论 反而重申 必要时派兵赴乌克兰参战的立场 不过马克龙拒绝谈论 必要时的具体条件 他也澄清 派兵计划入屋参战 尚未列入议程 只是强调西方阵营 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他的立场 被多数西方盟友公开否认 但得到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 荷兰 芬兰等国家的积极响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 不需要其他国家派兵参战 请给乌克兰军队 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 在访谈中 马克龙就法德分歧问题表示 他与舒尔斯之间 从来没有任何分歧 我们对目标和形势的看法非常一致 不同的是表述传达这些观点的方式 我理解 马克龙一再炒作出兵乌克兰参战的言论 只是为了赢得一些 害怕俄罗斯武力入侵的欧洲国家支持 从而在欧洲事务中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法国对乌克兰的实际帮助 到目前为止 仅约德国的十分之一 法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军火出口国 希望马克龙在原污方面真能做到言行一致 执行合一 而不是整天作秀吹牛 当地时间3月16日 乌克兰政府搞了一个独特的新闻发布会 出席发布会的嘉宾是背负的俄军士兵 但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全部来自南方国家 包括五个尼泊尔人 一个索马里人 一个塞拉良人 和一个古巴人 在发布会上 嘉宾们纷纷痛哭流涕 悔恨沮丧 宣称自己是被每月25万卢布的高薪骗到俄罗斯当兵的 以为只是从事辅助工作 却被送上了战场 并最终被乌克兰军队俘虏 此外 这些嘉宾们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即他们被送上战场后 并不是被分配到正规俄军部队 而是被送到了瓦格纳雇佣兵和风暴C部队里 众所周知 这两支部队以损失率偏高著称 尤其是风暴C部队 而这些部队里的外国人 政变得越来越多 看起来 克里姆林宫是在用这些外国人充当炮灰 尽量节省俄罗斯人的生命 避免引起俄罗斯国内的不满 同时 这些被消耗掉的外籍炮灰 也不用支付工资和抚恤金了 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 俘获了很多外籍俄军 到底多少 目前还缺乏详细数据 但根据公开报道看 这些外籍俄军 绝大多数都来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而部分外籍俄军的本国政府 也在采取外交措施 要求俄罗斯政府遣返本国公民 并希望乌克兰政府 能释放这些被俘的外籍俄军 但除了极少数国家外 大部分国家的外交努力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效果 俄罗斯国防部到底招募了多少外国人 外界根本不知道 但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 则有一些数据 今日俄罗斯3月14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自全面战争爆发后 至少有13387名外国人加入乌克兰军队作战 其中5962人已经死亡 在为乌克兰作战的外国人里 波兰人最多达2960人 其中约一半 1497人已经死亡 美国人则有1113人 至少491人死亡 在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这些信息中 还有一些东亚人 诸如韩国人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信息 总计有15名韩国人在为乌克兰作战 其中5人已经死亡 目前 韩国外交部正在核实相关情报 值得注意的是 在韩联社的报道中 还提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有15名日本人和7名中国人 在为乌克兰作战 各有一人阵亡 外界无法证实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这些信息 鉴于俄罗斯国防部 尤其是开战后发布的一系列数据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这些信息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稍早一些 华盛顿邮报就报道了乌克兰国际军团的情况 称目前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约2万名外国人正在参加战斗 至少50名前美军官兵已在两年的战争中阵亡 乌克兰政府没有透露国际军团的人数 但透露了一些其他信息 乌克兰军警总局在3月7日宣称 确实有50多个国家的外国人加入了国际军团 这些外国志愿者主要来自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涉及美洲 欧洲 亚洲和非洲 主要是特种部队和其他军事单位的退役军人 参加了战争爆发后所有热点地区的残酷战斗 包括基辅 哈尔科夫 尼古拉耶夫 赫尔松 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 乌克兰感谢这些外国志愿者们的战斗和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国家的政府虽然公开表示禁止本国公民加入俄罗斯军队 但却没有禁止本国公民加入乌克兰军队 默许本国公民前往乌克兰为乌克兰作战 不过 至少在明面上 部分国家的政府还是保持中立的 此前美联社报道称 有数百名哥伦比亚退役军人为了赚钱加入了乌克兰军队 对此 哥伦比亚外交部正式回应称 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哥伦比亚公民完全是自愿行动 哥伦比亚政府没有为其提供任何鼓励或支持 哥伦比亚政府也没有与乌克兰政府达成任何允许 或方便哥伦比亚公民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协议 不过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 佩特罗表示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支持 但强调是人道主义支持和维和性质的诸如排雷 不包括武器供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